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我们可以见到有更好的明天 我们也都在这件事的里面看到市民 无论是学生的或者是做事的 都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我在这里很想跟他们说一声多谢 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仗的 我们一定会能够控制到这个非典型的肺炎 多谢大家 在染病之前没有想过自己会住这么久的医院 因为组组住了18天这么久 其实是一个很久的经验 之前没有想过自己这么年轻 会有这么大的病 瘦了很多 还有发烧其实挺辛苦 好之后就慢慢想过 其实生命你不会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好好地做好现在的自己 好好地做好本分 还有准备自己去翌日做回医生 去帮助有需要的病人 我会觉得我的命是由很多医务人员 很辛苦救回来 我会很珍惜自己的生命 虽然现在出院了 但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去面对 我会很努力地去面对 还有将来我会做一个好的医生 去回归这个社会 那我懂自己的病人 香港人 本学童 沙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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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今天的主持 我是药极学系三年级 廖正乾阿J 大家好 我是新闻与传播学院三年级学生 阮家峰Lis 在十年前的今天 教育统筹局局长再次重申 香港的所有学校都暂时无需全面停课 当时我和阿J都是六年级的学生 我们继续戴着口罩上学 但我当时也在想 其实我们作为学生 只是坐在那儿上课 戴着口罩都这么辛苦 那一些SARS病患者 和很努力地奋斗去抗战的 一些前线医护人员和警务人员 他们的心理压力和生理压力 可想而知是非常大的 阿J 其实你会不会想知道 他们当时的一些经历 和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当然有啦 所以我都很期待今次这个座谈会 不过在座谈会开始之先 我们想请沈祖瑶教授 为我们讲回去做一点点分享 有请沈校长 各位同学 各位校友 今天想和大家回忆一下 十年前三月发生的事 周宝松老师就弄了一首 苏式的诗给我 我马上去解释一下 这首诗说什么呢 我发觉原来这首诗 和我们沈祖瑶教授 都有一些地方吻合 或者可以作为我们一个 开头的 首诗苏式话呢 因为当时她的太太 是过了身十年 这首诗叫做江城寺 她说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良 智难忘 千里孤分 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息 陈满面 笨如伤 其实是说她怀念 她过了身的妻子 今天就算不去想 都很难忘记 她说 想起很远很远的坟墓 就觉得是很凄凉 就算今天再次相逢 去认回 可能都觉得认不到了 因为她自己都经过了十年的沧桑 面就铺满了陈 或者是很多的皱纹 和头发都白了 我看回我自己十年的相片 今天真的是 尘满面 笨如伤 这个故事是在2003年的3月10号 开始发生的 所以大家可能当中真的有一些 好像刚才我们两位同学 你是六年班 我知道有些是四年班 如果比如year one的同学 当时是四年班 当时在广州 来了一个发烧的病人 她就是来参加一个宴会 住了在九龙一间的酒店 她住的那间房 我说你都不信 是九楼的十一号房 就是九一一号房 住了几日之后 就染了十个不同的香港的留客 其中有 你看到有几个 入了香港四间不同的医院 Hospital One 就是威尔斯亲王医院 当时我们收了这个年轻的 当年的医学生 今天已经是医生了 也都有当时急症室的医生 就是他来到急症室 然后先上去病房的 其他的人又去了新加坡 去了越南 去了加拿大 大家都知道 接着就发生了很多的事 这个成为了威尔斯医院 一个很大的新闻 让我们成为了全世界的一个焦点 因为8A病房 现在全人都知道的 我记得很多年之后 我跟病人说 阿伯你身体不太好 要进去住几天 阿伯说 好啊 去哪里 我说去8A病房 阿伯会这样 向后一跳 然后说 不要挂 去第二间 不行 去那里出不回来的 有这样的阴影 是维持了很久 直到两年前 威尔斯的新院开了 我们就将在这个位置的 8A病房就关掉 从此就成为了一个历史的遗迹 当时他们的病征 都是很相似的 由发烧 肌肉痛 骨痛 然后过了几天 就开始 这些白色一片片的肺炎 为何称为非典型肺炎 因为平时的肺炎 如果这么大 听下去就会 好像煲水那样的声音 但是这些肺炎 听下去 不是很多 雜音在肺里面 还有那些白血球 不升反而会跌 这个是一个 我们所谓非典型肺炎的特征 但是我们当时 不知道病菌是什么 大部分的病人 其实后来都慢慢慢慢好 不过 有些没那么好彩的 就会出现这些情况 肺炎是花了 并且它大力咳嗽一下 可能会穿了 其实这里的肺炎是穿了 代替当中有些医学生 你应该知道的 叫做pneumophorex 气胸穿了一个洞在这里 然后口气就非常之辛苦 当时一个病人进入了八里病房 感染了138个医护人员 当中包括了20个医生 34个护士 15个那些小姐 和16个医学生 今天我们在座当中 刚才我都说了 有几个医学生 当时都感染了 所有的医生都中了招 除了有一个只有四尺十寸的 医生就没事了 我们经常都说 非典的那只菌在五尺上才能飞 太矮了 可能闻不到 这个好像是说笑 其实你说很悲惨 所有的人 连那个来装冷气的那个都中了招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病人 第一个进来的病人 我们给了一个打霧机 Nebulizer 给了一个打霧机 将那些药打成霧 给它吸引进去 那这些打霧机 它就噴了那些气出来 就将整个病房 都充满了这种病菌 到最后呢 25个percent 即一个里面有四个 四个里面有一个 是要进入了深切治疗部的 死亡的率是大约百分之十 深切治疗部就是这样 其实呢 当时进入了去 未进深切治疗部之前 他们就会记得了 他们进入了一间病房 是今日急症室那个的 这个观察病房 是吗 那个observation ward 那里和这里差不多 是没有窗门的 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窗门都没有 住了四十几个 医护人员在里面 包括了医生 护士 那么他们各个自己都会 都会看自己的废片 各个自己都会和自己抽血 量血压 那样 但是呢 其实那个气氛是很惨的 因为呢 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是很 很不够的 他们过几天又看到有一个 进入了深切治疗部 然后他担心 会不会下一个轮到我呢 会不会下一个轮到我死呢 那种的气氛是非常之 受云惨淡 而他们和外界是隔绝了的 唯一看到香港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看病房里面的一部电视机 所以呢 和家人啊 和所有人都隔绝了 而这个病很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 百分之二十五的 全世界平均来说呢 百分之二十五的病人呢 是医护人员来的 就是说呢 在很多的医院 很多的急症室 或者是门诊部 或者是私家医生的诊所 是他们自己感染了这个病 而变成了一个病人的 那么你看看我们当时的医生呢 其实是很手忙脚乱 你听到这个医生有什么特别呢 他戴了两个口罩 是不是 戴两个口罩 其实是等于没有戴口罩 为什么他要戴两个 因为他不舍得 他不舍得整湿了这个 这个叫做N95口罩 N95的意思是说 将空气里面 百分之九十五的微粒 是可以隔得到去 百分之九十五的微粒隔了去 就是应该就隔到那些病菌了 或者那些病毒的了 但是当时就因为 伊拉克的战争 在同一个月份 同一个星期发生 那么就有很多口罩 是运了去伊拉克 因为他们怕有生化武器 所以香港是缺乏口罩 特别是这些 所谓N95口罩 那么我们的医护人员 为了射住那只口罩 就戴了一只纸的口罩在里面 戴了一只纸的口罩 就等于没有戴口罩了 因为那个N95应该是 Airtight的 应该是包到实实的 但是你流气就等于 没有戴一样了 但是那时候就不懂了 还有大家都觉得 死了 如果我弄濕了 弄得骚髒了 明天就没有了 所以当它是如猪如捕 我还记得有一幕 病房里面 每人有一个鸡皮纸袋 好像早上吃早餐那些 买个叉烧包的鸡皮纸袋 每人就把口罩放出来 就夹在那里 好像浪衫那样挂在我们的病房门口 有整排的鸡皮纸袋在那里 就是大家要再用的口罩 就是这样来的 穿的衣服也越穿越多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最厉害的 因为他们穿的还是一件衣服 戴一个手套 戴一顶帽子 但是有些人就发觉 原来眼睛都会中焦 所以戴上一个 好像防毒面具 一块东西遮着面 又要穿鞋 还要戴上一只眼睛 好像潜水那些镜 很害怕眼睛都中了那些感染 所以在那里做事 天天好像在里面下雨 因为那些汗滴得不得了 那些镜头里面 好像水蒸气 遮住了看不到东西 护士长叫护士 你早上上班 可不可以不要喝水 因为免得要去厕所 一去厕所要脱衣服 我们就会容易感染 这些都是我们当年的一些 nightmare 法国原来很多医疗的工作 是非常危险的 例如我们后来才发觉 原来插口 你看那个病人的口水 或者那些secretions 是可以令到整面 连那些氧气的制 或者那些仪气 全部都是可以压到的 所以当时如果有病人 急症进来 我们要帮他插口 急救 就是非常危险 事实上 借阅文医生 就是这样感染到 然后过身 大家刚才看到 是第一批的医护人员出院 举起了两只手指 那时候非常感人 当时是不可以探病的 所以家人只可以在外面 看着他在里面患病的亲人 当时是很多的眼泪 很多的伤感的场面 在里面 这幅照常常都拿出来用的 因为有好几个医生 护士 都是后来好回了 动起两日手指 这个这么好笑的医生 一会就会在他面前出现的了 当时他是急症室里面的 其中一个感染了的医生 他姓郑的 在这里 这位教授 这位外科医生 就写了一句很出名的 我自己觉得很感人的说话 因为后来他将他自己患病的经过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 那篇文章就publish了 在一个journal里面 他说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 不是因为我 可以 是囂幸地生存下去 不过我突然之间觉得 一些平时觉得很细微的东西 今天变成了很重要 他说从一个我自己是 去照顾别人的 一个health care provider 今天我变成了一个 是接受别人去照顾的人 突然之间 那个改变 令到我在我的生命里面 牵起了一个很大的震荡 这位是一位外科 做心脏手术的医生 肺和心脏手术的医生 他很健碩的 他可以跑马拉松 可以做很多运动 但是他最差的时候 是几乎要插后 在深切治疗部那里接受治疗 最惨的就是他看到报纸说他死了 激到那条戏更加挫得紧要 因为那些报纸报错了 这个就是谢阳文医生 是中文大学的毕业生 他的事迹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我想最令人 不能够遗忘的就是他自己 插后那时候救病人的时候感染了 接着他还是非常乐观 还有是鼓励其他人 说没事的 我没事的 然后没事的 然后进了深切治疗部 还打电话回家 说我都没有时间 我过几天就出来了 结果就越来越差 到我去看他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说不了话了 最后他在五月中左右去世 然后在宋姬那里 其实是为他做了一个安息礼拜 金耀基当时是校长 称他为香港的女儿 那个事迹 或者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都可以去回2003年的五月的报纸 最后就是我想介绍 到今天和你们分享的嘉宾之前 想说给你听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这个是Charles Dickens 一个很出名的小说 大家都一定读过的 《伤性记》里面 一开始第一句的说话 他说这个是最好的时候 也是最坏的时候 这个是最光明的一刻 也是最黑暗的一刻 是最伤心 也是最失望 但是也是最带着希望的一刻 回想起来 其实是 很多人觉得在那个环境里面 面临生死存亡 觉得是绝望的境里 但是也看到很多人性 是很美丽的一面 当时其实香港也都是 很干净 也是很团结 因为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今天 我也想请几位当年的病人 或者他们是医生 或者他们是病人 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为之 This is the best of times This is the worst of times 这幅相是我在2003年之后 有机会去到美国的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里面 去深掃 这个就是Johns Hopkins 这个像 它是公共卫生的学院的那个像 在那里我都重新再接受训练 对于公共卫生有什么的措施 所以你看看这幅相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 陈满面 浑霜白的 两个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我想大家用掌声 去欢迎我们今天几位的 我们请几位分享的嘉宾 出来出电措 好吗 我先介绍一下他们 那就由这边开始了 这位是杨医生 杨医生当时是其中一个的医学生 是五年级的医学生 在百里病房感染到这个病的 杨医生的病 这个故事是很感人的 稍后你可以听到 我旁边的这位是高永祥先生 应该叫他高sir的 高先生是一位警员 为什么我会认识他 就是很偶然的 因为在沙士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收到一个电话 其实就是高太 就叫我去看高生 高生就在团门医院 在团门医院隔离病房那里 情况就不太好 我后来就去到团门医院去看他 那我们每天就在通电话里面 是医病的 那一会你就听一下他的故事 为什么会在通电话医病 那这一位呢 可能大家都认识的 就其实从中大 由十年前开始就开始 很有渊源的 就是轩永明先生 轩先生当时 就是尼威尔斯医院 做这个身体检查 就很无辜地 被我们的医生 还是护士感染了 就就是由没有病 变成有病 所以没有病 就无故随到医院 做这么多人检查 但是他的病是特别 特别风波比较大的 因为年纪越大的 病情是越严重的 我们发现没有一个弟弟是死了的 但是年纪越大的 那个死亡率是越高的 而在最差的时候 其实Patrick 我们只是叫他Patrick 就是情况是很差的 那你稍后会听到一些很感人的故事 就是他怎样以为自己死了 甚至乎发梦以为自己死了 怎样可以走回头 然后改变了他的一生 那么那个有梳那个呢 就 有梳那个呢 以前都是学生来的 就是冯医生 那么他呢 他呢 03年那时都是 final year medical student 他就很生气 为什么我无端端上病房 学习 为什么变成病人的呢 就很生气 就说我快来考final了 为什么没得读书 就在那里发烧呢 这样 但是呢 住住下他就不生气了 那么一会来听一下他怎么讲 怎么样在他医院里面 看到一些东西是改变了他 今天呢 成为了一个 以鼻后的专科医生 在他旁边 刚才你在那张照片里 都看到他笑笑口 指着两个手指的那个呢 这位郑医生 就是当年威尔斯医院的 急症室医生 现在还是急威尔斯医院的急症室医生 都是中大毕业生来的 那么他差不多是第一批中招了 因为急症室是第一个 就是遇到这位病人的医生 那么他就很乐观的 因为整天都笑笑口这样的 但是呢 他都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当时 当时其实最差的那个 几乎死了的医生 都是急症室来的 那么就是 我们一会儿都可以分享一下 那么呢 他们有那么多人 我们就 我们就想说呢 是给 他们呢 就是自由地去分享一下 不过 我就想了几条问题 想去问一下他们 让他们去答的 好吗 刚才呢 大家都听到呢 我说 那个 Charles Dickens那本书说 This is the worst of times This is the best of times 我想几位说一下呢 你的 worst of times 是什么时候呢 在医院里面 你最 最辛苦的阶段是什么呢 你的 worst of times 然后又说一下你的 best of times 除了出院那天之外 你觉得你的 best of times 是什么呢 可以 或者我们由这个 我们尊敬长辈 由这个 从Patrick开始说好吗 好 好 好 那 校长刚才说 就是我因为厌身 那么 就是 end up 在医院 那么 那么我觉得 我的经历呢 就是说 你 今天 你什么都有 你可以突然间 明天 就什么都没有 人生真是很无常的 那么我验身而已嘛 怎么猜到呢 就要隔离 又不可以跟 就是 家人谈 那么我觉得 在心里再想一下 实际上呢 这件事对我来说 很大的得着 因为呢 那个东西不是一定是 不是 世界不一定是这样的 就是世界有很大的改变 令你完全 或者Patrick 你说你什么都有 你要解释一下这句 那么重要的说话先 哈哈 你可不可以 说一下给他们听 你是做什么的 什么都有的意思 就是因为 家人 一样都支持你 你回到工呢 就是那些人 也都是支持你 你不会感觉到 一个 很孤单 那个情形 这个 完全是 心理上的 的 的东西 就不是一个 物质上的 什么都有 那么你突然间 不过物质上 他都是什么都有的 哈哈 他是一间银行的老板来的 那如果你去过他家 你就知道他真的什么都有 哈哈 但是 好像刚才Patrick说的 就是 就算你拥有 就是家财万贯 或者你 吃 想吃的 想着的 什么都有 但是都可以 无端端呢 是可以 感染了这个病 一刹那就可以变成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是 好了 最大的转捩点是什么呢 他最大的转捩点是什么呢 他最大的转捩点是说 刚才我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为什么呢 什么希望都没有 这个希望 就是很紧要 你当时 你不能呼气 那么你们说 各位 你们停一停 60秒 不呼气 那么你知道 身体 实际上 很难受 那么 再难受的呢 就是 每天 我们都祈求 沈教授 他来看看我们 我们一天 24小时 就没东西做的 眼白白 看着 眼睛就不能动 那沈教授来 那么有其他的 医生一起来 那么我们会怎么 跟医生说话呢 那实际上 当时 情形呢 是蟻我现在说的 就是这样 那么 其中之一 就很坦白的医生 好像李华医生 实际上我跟他接触了很多 他就说 你也不用我回答了 你问得这样的 那么那天就过了 那么就怎么会 绝望呢 就说 眼前 你看到一个病房的人 就搬出去 就死了 那时候就想一下 喂 第二个是谁呢 会不会是我呢 如果是我的话 我剩下什么给家 是一堆灰 也都没有跟别人说话 那这个是 这个心理的 绝望的情形呢 是无可以 就是用我现在的言语 文字可以解释到的 那这个就是你的 Worst of time 就是Worst of time 我们稍后才听你最好的时光 那我们请一下冯医生说一下你的Worst of time 是什么 那我当年都是医学生 其实跟杨医生一样 同班同学 那先讲一下我怎么感染先 其实我就是在那位年轻的病人 隔离检查着另外一病人 就吸进了他的病菌 导致感染 那之前就那段时间三月 四月 五月就要考我们最后一个 Final MB 就是我们毕业试 那个非常之重要的试 而我一向当时就非常紧张这个试 因为如果这个试试得好呢 我可能可以考到First Honor 那当时我很大的目标是想做到这件事 但是很不幸 我当时就觉得教授说我为什么这么生气 就是我病了我就没得读书 为什么我这么不幸中了一招呢 那就被人收了入院 那自己身体又觉得很不舒服 不停就在那里发烧打烂阵 无论我吃多少的Panetor 吃多少的药 我都不停是发烧的 没有精神 其他同学可能可以成功地考试 我可能需要留班 那当时 当时那刻呢 我觉得是我的 worst of time 结果你没有留到班的好吗 结果没有留到班 你想不想我再说一句话 我说那个是你 best of time 你稍后再说 为什么你这样都会不留班的呢 我们听一下高sir讲一下 当时其实 我也是说回我为什么会进去医院 那我是在涂大切离的时候 在现场在涂大花园那里 就是负责做Cordon那些同事来的 那他们那些医护人员就会好处一些 会多一些装备 那我们会少一点 那不提啊 那就是过了三月尾我去做了那个Cordon之后呢 接着到四月头的时间呢 就是有一天就发现不舒服 接着我太太也建议我去屯门医院 那去了之后呢 接着一尺已经说我已经有个人在那里了 就是废的左边已经是有事了 那OK啊 因为其实我也有点心理准备 在我未入院之前呢 其实我和太太商量过 我说不如你们做逃兵吧 带着一些家人去外国逃避先 因为我知道我很危险 因为之前我是不停地去探访 一些病人的家属 去做去查他们的隔离那些东西 那我也相信很大机会 就是也会有机会会中的 那但是太太也坚持不肯走 那她就说 如果 就是 如果我们走了你有事那怎么办呢 那事后都发觉 是因为他在那里 所以我才不用死 你太太今天也在吗 是啊 不如请她请我们下手欢迎她 在哪里啊 高太太 在最后那里 在最后那里 那你其实就 你自己后来就发现你有沙士了 你还感染了你太太和你的儿子 这个就是我最烈的时间 那 就是自己当警察 作为警务人员 那在前线工作呢 很多时候都会遇到危险的 那我们以往的经历就是说 中枪我一个而已 被插 或者被人找刀统断我一个而已 那应该最不及妻而假的那样 我相信是比我最痛苦 透不透气的时间是更加辛苦的 是啊 就是因为自己的家人也进入了 是啊 这个就是我最差的时间 但是我想他在电视上见过我 那他就 是啊 原来找医生可以这样的 那我去到屯门医院 其实我也吓了一跳 因为屯门医院呢 那个其实那个隔离病房呢 已经住满了人了 那你记不记得你当时呢 你躺在床那里呢 是很多胶布围住你的 就是不是那些 不是药水胶布那些胶布 就是 怎样说呢 就是很大块那些呢 整张那些胶布呢 这样挡住 是的 那我要穿那些胶布去找你的 是的 其实就有一段估计的 其实我那个时候的情况 就应该入心肢治疗的 但是因为心肢治疗不够 不够床 那就逼着我去回五楼 那他们为了 这个是special case 这个很严重的 就找一些 用一些写房的那些 好像写房的胶布围住我 接着更奇怪的就是 他在我头上安装了一部抽烈烟机 就是你家里煮菜 家里煮菜那部抽烈烟机 那 其实我有点生气的 我也是 虽然我很不舒服 也有点生气 那我有一天就跟医生说 医生说 医生不如你 你躺下来试一下 你开着我七号演机 我说你就是碟菜 那你怎么睡啊 那段时间 他们怕你噴出来的东西是 对了 就特意拼一条喉 就是七号演机一条喉 就拼出去窗门 这样 是的 所以 阿高那时候 就是很痠的 我记得 就是我看你那时候 是的 也都用了很多药 我跟他们的医生 聊过来 就是他差不多 所有那些 我们想得出的药都用云的了 都没得 所以是情况是很危险的 好 那 接着我想请一下 杨医生说一下 杨医生呢 就有个很 很悲惨的故事 因为 你感染了你的家人 好吗 不是的 其实 都 我想 十年前 还有十年后 今天都很多 都可以说 就是说 其实 那时候很幸运 我是五年级的医科生 那时候 很坏的就是 就考试 就照拍拖的 照见女朋友 照吃饭 但是就没回到家 幸运没回到家 没回整个星期的家 所以 爸爸妈妈 小孩 姐姐全部都没事 但是问题 刚巧在我有病的时候 我爸爸 就是长期病患的人 换了一晨 那时候 血的钙质低 就被9A 叫他入院 去掉那个 输回血钙给他 其实他掉血钙的时候 我已经入院 过几两个星期 所以其实 我爸爸一刻 是没有沙士的 但是问题 无论 怎样都好 最不开心 就是跟他通过电话的时候 我仍然有一刻 到这刻 都硬着就是 我都是觉得我爸爸 是 记挂着我 就是很担心我的 当时的女朋友 就是我太太 其实 他不可以来8A探我 但是他可以去9A探我爸爸 他都说我爸爸 都是很精神 很健康 但是都很担心我 刚刚在三日前 就是23号 就是刚刚十年前 凌晨的时候 我爸爸就心脏病发 接受急救了个个身 所以我 十年 生死两茫茫 其实对我来说 苏式就没有了我太太 其实 我想寿司真的很好 差不多一千年前 他的寿司 其实是 我是不需要挂着我爸爸 自动就会反喜 自动就会记住 那么 我经常跟我太太说 什么是挂着呢 我相信 沙士的时候 跟他拍拖 都有六七年了 我们中四五拍拖 已经 那么 嗯 你们觉得很奇怪 很长情 对 原来 挂着的感觉 就是 真是 邪魔近亚魔怨的感觉 那么说回 最悲惨的时间 就是 23号 我永远记得 就是 那一刻自己是崩溃了 正如之前 我也可能跟一些报纸说 就是说 由四岁开始 到那时 23岁多 24岁 那二十年的目标 就是想做爸爸的主寻医生 我爸爸的社威尔斯覆尘 是在洗血的 因为他换完神之后 那神都不能用 要洗血 那么 那一刻 其实是 呆住了 其实我回应高sir 就是 虽然我现在是屯門医院的医生 其实威尔斯医院那时候 那些病房都有很多特别的 大家记得就是 那些窗都打开了 接着呢 那些窗是没有窗花的 所以临时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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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 Thomas记得 是有很多那些 临时窗花呢 那都是 害怕一些人跳下去 我很记得那一刻 我是 有两秒 想过就是 你们都做得很好 幸好有窗花 因为我 我想 我想是 取而不取难 很多时候都是 那刻我想有两秒 那些人生 这么多年来 是有两秒想过就是 我真的没有了目标 那就是我没有了目标 想放弃 Thomas呢 成绩一直都好 我呢 就没胖过老 不是很聪明 但我想中间中上 我那一刻 不会考试 不会想任何事情 但是那一刻 是想放弃的时候 那就是 那时女朋友 很多东西 找 那时是 追趁医生 找沈教授 他自己说 簽了个名字 簽了个生死狀 我进来的 那么 那一刻是 感受是 很害怕的 就是 突然有人拍着 肩膀 穿得好像 一位太太 那样 遮住了 那样 那么好的姑娘 可以搭一搭我肩膀 看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女朋友 那一刻很害怕 我很记得 那时的对话是三十秒 你怎么进来 其实自己在哭 爸爸过了身 但是那一刻 他跟我说 就是要撑住 等你出院 你无论如何 我都要出来 努力 那走了之后 就不断哭 我记得 那时候 爸爸过来 我相信是郑医生 那时候很多同学 Tomas瑞里 都在我附近 都知道 说了很多很无聊的笑话 那我呢 可能也想大家 轻松一下 嘿嘿 好 我都想气氛好些 所以都会 敷衍一下笑话 但是不断躲在厕所 都会哭 其实那时候 很感谢大家 对我的支持 但我很记得 就是3月23号 直到出院的那几星期 是我人生最灰陰 最惨的岁月 一世人就是想自己大过做医生 去照顾回你的父亲 谁知道 就在 你就来做得到医生之前 他就离世 重要的是 你看不到他 因为你有沙士 所以你又不可以去探他 是吧 我记得那一幕 就是他 他要 就是他那个诗要出去 那你只能够在厕所那里看看他 好像是吧 都多谢 真的多谢沈教授 那一幕 我想是不断 整天发梦 都会想起的 跟爸爸的 就是最后的送别 就是 在8A外面的走廊 我穿着保护衣 姑娘穿着保护衣 就是被我坐轮椅 因为那时候走得很串 坐轮椅出去 跟爸爸的话别 那我都很记得那一刻的话别 就是 现在我教女女都是 答应了的人要做 答应了的事情 一定要做得到 那一刻我就答应我爸爸 我一定会做个好医生 那我相信到这一刻 都仍然做到这个承论 给点掌声 好吗 好 好 那我们再听一下这个 整天笑笑口的 鄭医生 为什么病得这么严重 都还可以笑得出的呢 闻磨一下气氛 那 那我自己 当时呢 就是急症室的医生 来的 当时我都很年轻 现在都很年轻 那 就是 觉得那些东西没什么 就是看到很多人入院 很多人发烧 就是觉得他们 不要那么夸张 然后其实我们是 发了烧 然后就是被逼入院 就是打电话 他好像护士长打给我 说 喂 要你入院 我说我不回 那 然后老板打给我 老板说 你一定要回 那老板叫 怕他炒油 就回 然后被困住了 那我想其实一直在病房 我 医生呢 医生是一些很差的病人 是 我们都知道 很不听话的病人 那些医生 所以那时候很多威尔斯 那些 你不要 那些 不要说出去 那些很多医生病了 我们叫他回来 他不肯回来 你当然是其中一个 就是我 就是我 那最后回来 那我怀疑 我也是病房里面最开心的一个 因为我没什么 也不是很辛苦 那我觉得 就出院了 你困住我还好 不用工作 那 中日就是说电话 那很有趣 但是当时呢 其实我没有告诉妈妈 爸爸听 就是我有沙士 他每天都打电话来 接着我最怕 他在派饭的时候 打电话来 因为派饭 就实问你 我说不说什么 我说不说什么 然后我就怕被他们听到 所以通常那时候 我就不接他们的电话 给他们打来 那我就说 那方家在家 现在在看电视 那我就骗着他们 那最糟糕的时候呢 我想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觉得 没事 等出院而已 直到我隔离的同事 在隔离床 他很辛苦 他跟我说 他说 阿正 我走了 因为他去ICU 那时候就开始害怕 两个男 两个男 不知道男人 男人 男仔 在那里哭 他在那里哭 那 那一天呢 我就开始 很担心 很担心 其实是否真的出到院 那 祈祷 那时候 祈祷 那时候 祈祷 那时候日落 很有趣 祈祷那时候日落 他说 阿神你做的世界很漂亮 就是 我在 这二十多年 都很感受到 很感谢他 那我说 其实我没有 没有Patrick 那么富有 那么富足 但是我说 我也可以 但是当时我也是很感恩 就是我阿神 为什么他说 他没有那么富有 你们要拍手 我说 座强富一 那他说 我说 就是 很OK的 其实你给我很豐足 有很多家人很好 但是 我很担心 就是会不会再见到他们 那时候 那天开始写封遗书 那我想围书 也有趣 那么 就个家人多谢 那我说 爸爸妈妈 我不担心 因为你个人都很好 照顾他 但是 我当时就是 要求他做一件事 我自己觉得很搞笑 我就是说 就是 我走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照顾我女朋友 我自己觉得很怪 是 我现在太太 那 那 接着我告诉我太太 他太太 不要说你有没有骨鼻的东西 那其实他看过那封信 他 所以 那时候 我觉得是 最差的时候 大家可以听到 他们虽然的故事都不是很相同 但是 他可以告诉你 同样东西 就是 无论你多有钱 无论你多年轻 多有 多有 对着自己的前途 多有盼望 想着拿 第一个学生的资源 或者 你有多少 的志愿 是吧 将来要照顾父亲 但是 一刹那 可以什么都没有 然后 你就在那刹那 你就知道 原来 平时我不想见到我的家人 因为 经常都不回家那些人 但是 那刹那你想见都见不到 是吧 你想找他来 他想探你都探不到的 甚至乎他过了身 你都不可以在他身边 你都不可以去看他 你都不可以去看他 就是那个 我想人生最 最惨的一件事 就是 原来你整天以为 找得住的东西 是一刹那可以无助的 那 好了 那今天 大家都 仲健在 是不是 那你可不可以说 你最 开心 就是 the best of your time 就是不一定是开心的 可能是你一个很大的 一个 反思 一个很大的 反省 改变了你的声 你可不可以说 在其他嘉宾 讲他们 best of time 之前 不如都问一下校长 你自己的worth of time 是什么 我在一些媒体 主流媒体那些 看一些报告 就说 当你收到 女女的一张卡 是写一个 幼儿圣经的时候 那你都抱着她 痛哭 就是 你又会 每天都是靠意志 去继续你的工作 那你自己 经历了最worth of time 又会是什么 你真的要我说 我打算做 节目主持人 就是希望我已经 不用说我那一部分 但是 其实我的worth of time 就不是在沙士那段时间 因为那段时间 我们很忙很忙 还有呢 我有很多医生护士 跟我一起做事 但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是我过了沙士之后 立法会 一个的審 去调查 处理沙士的爆发 就有人提出 为什么当时我不删了这个 百A病房 或者为什么不删了整个 威尔斯医院 等等 就是有些 追究的问责 我详细的情形 我详细的情形 不说了 因为已经在报纸 或者什么 说了很多次 压力是非常之大 因为我经常在想 如果当时的责任 真的推到我身上的话 那我就 好像要对299条人命 要负责任 可能很多人都会追究 然后说 我那个死了 原来就是因为 你们不删的病房 等等 那我就 入了一个 人生一个很低谷的时候 我以前也看了很多 depression的病人 就是忧屈的病人 我经常都说 你不开心而已 我给了几粒睡觉 如果你们回家睡过觉 然后就 你订过旅程去哪里游浮 回来就没事了 但我自己 当我自己进入了 一个depression的时候 我才发觉原来 真的depression 真的是一个病 那时候我是怎么样的呢 我每天就 坐在一个办公室那里 动都不想动 不想见到人 不想收到电话 最开心的就是 打开电邮 看到那些市民在罵 政府说他没有良心 我又觉得很心良 但是呢 天天都做不到 然后到下班回到家 就摸起了臉 不想说话 那我 那我的家人 看到我的样子 又很害怕 又不敢出声 大家吃饭 一句话都不说 吃完饭之后呢 又坐在一个厅 看着电视 又不知道电视做什么 但是呢 一直都睡不到 到晚上三点四点 你们三点四点 平常都可以 我就很少 三点四点都睡不到 但是呢 天天就看着电视 睡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脑子里面 很多事情 很多 早上就很多人进来 说 你 你 这么大锅 不如我找个 我认识一个法官 叫他来帮帮你走 那你想想 他那个法官有什么用 他都不知道 我发生什么事 就是越帮越忙 其实就是 到晚上一刻 你又不想说话 然后晚上又睡不着 然后呢 我就开始觉得 原来我呼吸也很辛苦 我觉得我要用些努力才能呼吸 那好像有个东西 扎住在我胸口那里 就不是沙士那种呼吸 而是 那种心情 原来是影响到你 直接有一种 physical discomfort 是好像有个东西扎住你 然后呢 心跳开始出现问题 我的心跳就不正常 每三下又一下的心跳呢 是miss了的 就是 不正常的跳法 那种感觉就好像 你坐在那个电梯那里 突然间电梯一开 那你离一离 那样 或者坐在过山车那里 就这样冲下去 那你觉得很过瘾 但是如果你一天到一刻 坐在过山车 全天都坐在过山车 你就觉得很不过瘾 其实很辛苦 那种感觉 那这个moment 就是我最不开心的 那我们读书 也读过 Depression那些人 最危险的时候 是早上早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书里面讲的那些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早上早 就是当你天亮还没醒的时候 你睡到朦朦朦朦 刚刚睡着 朦朦朦朦朦 就在做噩梦 但是你又很不想醒 因为你醒 你就要面对一个 你很不想见到的世界 那你就在那个醒与不醒之间 那个Twinelight的时候 你就在那里挣扎 那个moment 是自杀率最高的时候 所以我现在完全明白了这些东西 所以我现在看到那些Depression的人 我就不会说 吃两粒睡觉弱了 我会让他说 说到他 把心里面的不开心的东西都说出来 因为我都过过过 不过很短的时间 我想是几个礼拜 那结果呢 就 竟然又没事 那个report又没了那句话 但是呢 这个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那一会儿才说我最开心的事情 好了 那不如大家说一下 the best of time 你学到些什么 好吗 好吗 我们又是敬佬 PATRICK先说 首先我一定要成熙呢 我不是有钱 但我的富友呢 就来自我家的人给到我 那你the best of time best of time 是always linked with the worst of time 就由那里来的 就是 就最 就是 透到气 透不到气 透不到气 是最 就是 我觉得最 最 我绝对透不到气 的时候呢 那这十天 我太太就 给了个电话 那怎么办呢 真的透不到气 透不到气 实际上真的很惨 真的不想做人 真的不想做人 因为你都没有人做 你都不可以做人 那我太太就说 你信靠主了 因为你现在绝望 绝望的时候要靠他 那他就教我呢 是 念这个 Jesus player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Have mercy on me a sinner 那我 不知道为什么 说中文说不定 那又要说 我常常要念 因为跟他 在 那个手提电话那里 跟他念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那人呢 结果是练戏 其实是练戏 因为你可以 是不是 因为你能说到 那一条戏 其实是一个心念 口说不出 你可不可以 说一下 我听到一个很有趣的 故事 你打电话都打不到 因为你的手指甲太长了 是啊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这个部分 又是很凄惨的事 那我太太是物理治疗师来的 那他很多那些 那些 师弟妹那些 那些 对我呢 是很多的支持 那我又 根本上 那些电话又差不多 电了那些 他给个电话我 他给个电话我 那当然没人理你的 那他给个电话你 那这样 那已经好好的了 那他的手呢 根本上呢 就是软弱到呢 是无法只可以 按到个电话 那要 就是要 用下巴 顶着一下 又第二下 又三下 那才 很难很难 才能打到电话 那打到电话 回去呢 那有时 那边又没人听 那这个绝对是 失望的 刚才我说 这个是很危的时刻 吐不了气 最好的时刻 就吐起 吐起你之后呢 那他更加 跟我说呢 他说 我们在旁边是支持你的 那这件事 我觉得是 很大的 很大的 好的时刻 那你太太 那你太太 和你的儿子都在 不如他站起来 让我们认识一下 好吗 那我想继续说 那我想继续说 最好的时刻呢 就未完的 既然看得到电话 那慢慢呢 亦都出回到远 其实最好 最好 人生比较好的东西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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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到洗手间 因为我们当时在病房的时候 我也看到一个医生 年轻过我们很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中一位医生 他呢 惨之中的 比我们好多 我们整个病房的人 这边六个 这边六个 在这里表演 早上 他背着氧气筒 可以去到洗手间 自己刷牙洗面 有一天 如果我们好像学到他 我们就很满足了 所以我们的要求在那时候 是很低很低 我觉得最好的东西 不是最多 而是真的很少就可以满足了 多谢 所以我们给点掌声 谢谢 我也听过很多病人说 他觉得人生最开心的那一刻 就是 躺在病床上 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突然有一天 终于冲到个梁 哇 就觉得真的开心得不得了 冲到个梁 去到个厕所 不用穿着这条片 刚才那个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刚才那个视频里面有个女孩 那个都是你们同学来的 好像是 那个医学生 他最惨的时候 他插着一条喉 后来他拔了 没有人有空 跟他抽痰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这件事 没有人帮他抽痰 他自己帮自己 拿着一条抽痰 抽痰 插了一条喉 到自己的气股 帮自己抽痰 但是呢 你今天坐在那里 吐气 你吐气 你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天 如果你 有伤风咳 或者有什么 你吐气很辛苦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今天你吐气 都是一个祝福 你一会去 我不知道你吃了饭没有 你一会去茶楼 或者什么 整个鸡 整个虾饺 吞下去 你都不知道 这是多大的祝福 我看那些肠胃那些 我就知道 生了个癌痰在这里 真的吃一口饭 要整个五分钟 又要用水冲 又要等这样等那样 都吞不到一口饭 那么多这些东西 就是你 这么简单的东西 就是一个祝福 所以我在这里 想跟大家说 我有时见到 有时见到一些同学 大家都记得 两个星期前 又有同学自杀 有些人是因为一些什么事 他又觉得要生要死 我希望大家 真的 从他们的身上 你看到一样东西 生命是很宝贵的 很多东西你今天不知道 原来是 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拿得到 到你失去那天 你就知道 生命是很宝贵的 好 我们听听 好 好 最好的 最好的 我刚才不记得说的 就是说 在沙士这里 我最大的得着 就是说 人的生命 到底你多长都好 都在这个世界很快去过 但是你信靠住 你是得永生的 那么我呢 就在沙士这里 学到呢 就是我以前的老爷爷家 就是 为妈妈奔跑的时候 就忘记了这件事 好